尽管西门政府承诺上台之后将废除多项恶法 包括防范罪案法令及反恐法令 但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就认为 这两项法令有存在的必要 废不得 福兹今早在玻璃市家央出席警队活动后指出 西门政府承诺废除的法令 不好之处应该加以改善 而不是直接废除 因为警方还需要这些法令维护法治 内政部早前透露 内阁正在讨论废除防范罪案法令 及修正反恐法令 预料3月或4月将提成国会寻求通过